來勾勒 來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題 底下這一題 好 他說啊 利率15% 來 你是要月角還是要黏角 我先問你 你是要黏角還是要月角 黏角 你們先決定好 我告訴你好不好 永永度 黏角 月角 這種種類 兩種都寫 為了做月角你們看就好了 隨便啦隨便 來 我們 這樣啊 人家要求這麼多 來 咱咱咱咱咱來看 來 啊 等一下你就咱咱到旁邊去 好不好 來 我們先做月角 這邊點一下這一個 我們要先做PNT嘛 來 我們呢 到公司這邊來 最近用過的PNT對不對 哦 來 各位請看 來 首先啦 利率 15%點進來 啊 因為我們要先做月角 所以這邊要數多少 對 這樣 月角都差別在這邊 總期數呢 總期數呢 15對不對 15年 要乘以12 因為我們是月角 這樣懂了 再來 來 燃營金多少錢呢 800萬 123 800萬元說吧 可以背的豪宅 好 來 FP呢 藏完就不用了 0 然後呢 它有沒有分 它沒有跟妳講 期數還期末 沒有 那通常我們都是0 那底下齁 期數齁 才剛領到薪水就付出去了 覺得很不爽 所以呢 都要把錢齁 先在口袋放到最後一分鐘齁 才攪出去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所以呢 月角啊 11萬 1966塊錢 月角 因為貸太多了 800萬 你15年就要給它還完 OK 接下來 像我那個 那個什麼 我太太他哥哥 叫做大舅子 阿姆太太是台北人 他們在台北就買一幅小公寓 小公寓才15坪 貸了720萬 頭期款150嗎 貸720萬 哇塞 嚇死人 來 看一下 但是 現在 如果賣掉的話 那個小公寓的價值是1300萬 但是他不敢換啊 你換 你還是買不起啊 懂嗎 你等於就背了更大的債啊 對啊 那我問你 你是要背720萬還是要 換掉去背了1000多萬 都會是嗎 啊我剛才講說 我就睡 我就 不然這樣子 台北賣一賣 來台南買豪宅 1300在台南可以買那種貨 還有城堡的 你知道嗎 有城堡用豪宅耶 對啊 1300在台灣 在台南太好買了 你有沒有說 這樣 我們這要放出去 很久才會被你家的家門 那我不感覺 你知道嗎 1300萬人家去買地 買獨大 你知道嗎 對啊 算假的耶 我們這要背水 很久你知道 還在你家裡面 這樣過來背去哦 嘿來 所以我就 我想說我就勸他 他說不要啊 朋友都在台北 哦 好啦來 現在呢 哦你在爽手 等下 看著看著看著 來 點到他哦 打上等於 哦 上面這一個點一下 enter一下 好 我們開始囉 把整個 這個黃色這個 包在內 來 打下來 哦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到資料 我們的模擬分析 我們的運算列表 OK 來 注意看哦 列變數是橫的 這個列這一頁 它是黏的 所以呢 列變數 你要記得過來選這個黏 點一下 哦 它已經跟你講 儲存格 所以不是一個範圍 是一個格子 好 那藍變數 那就是利率 利率 15%點進來 好 按 確定 哦 同學 這樣就算出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我來算一下 如果是黏角的話呢 哦 那黏角更貴 來 你看黏角 黏角的話呢 點到這一格 哦 我們從公式進來 最近用過的BNT 好 看一下哦 既然是黏角 那就直接點進來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除以12了 總期數呢 就是15年就要繳完了 哦 再來 點一下呢 這是你跟銀行借了800萬 好 後面這邊啊 都是0 都是0 OK 就這樣子 按確定之後呢 你看一下他一年要得多少錢呢 136萬8136塊錢 一年嘛 是不是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真的耶 哦 這就走路了 我跟你說 來點一下這格 打上等於 點一下這格 enter一下 哦 來 開始哦 從黃色這格 按住 拉 下來 哦 手放開 我們到資料這裡 運算列表 模擬分析進來的運算列表 這邊 好 列變數呢 就是我們的15年 點一下 藍變數呢 就是我們的利率這一個點一下 哦 這樣可以了哈 確定看看 果然 啊這邊景字哈 不要緊張 你把這兩藍哈 選起來 把它點兩下 哦 那撐開就可以了 哦 OK 所以呢如果正常 這一個應該會等於這一個才對 哦 OK 那麼呢我們到這邊啊 黏角跟月角就OK了哈 來 玩給各位 那我想啊我們這個檔案基本上呢 哦 那麼都已經算全部結束 哦 全部結束 希望各位呢 哦 那麼這幾個函數啊 都是屬於基因儲的函數 哦 各位未來有空啊 能夠多多複習一下 哦 好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還沒有摳檔案的 趕快去摳好嗎 等一下 五分鐘回來 我們來講 潮狀函數囉 潮狀函數囉 潮狀函數 要要要 休息一下